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跟我介绍有一个团契让我可以参加 然后我就当时大学的时候没有想着我每次要去新耶稣啊 每次要去聚会啊当时自己的梦想就是追求这个世界 当时自己因为上大学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那时候还觉得自己想成为一个女强人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没有想到想去教会啊什么样 但是后来我偶尔去了几次 然后去了几次之后 然后我们的小组长就告诉我 然后就对我讲 以后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我可以 欢迎你来我们这边你可以做接待 然后让我做接待的工作 那个一点点的参与一些侍奉 当时其实我对上帝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 也是糊里糊涂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祷告 嗯 也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开口祷告过 然后后来其实我慢慢信的时候 其实是因着我的爸爸 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得了忧郁症自闭症 他要去就是很多次要去自杀 然后当然我就从那之后我心里就经常为我爸爸开始祷告 嗯 后来我爸爸有两次 是后来他告诉我 有两次他要去自杀 就是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问候他 嗯 身体好不好 嗯 有时间了 就去教会 这样关心他 然后当时他想到我 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 他自身的责任还没有尽到 没有尽完 然后他就心里很酸 然后就回去了 就没有自杀 就回去了 然后嗯 其实就是因着我爸爸 我是第一次开口在大家面前祷告 到我过年放假回去的时候 每天我就为了我的爸爸 又是每天和我爸爸一起祷告啊 一起读经啊 跟他讲很多 然后那一年就是我的爸爸就觉知 然后我带领他做了觉知祷告 嗯 然后从那之后 我爸爸就有很大的改变 嗯 就觉得啊 他的改变让我也非常的开心 啊真的很感恩 我觉得我的爸爸像烦老还童了一样 嗯 有从主而来的那种开心高兴 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和满足 因为他之前觉得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觉得他无法在这个世上活下去 他觉得他那时候甚至要去出他那时候甚至想要去出家 然后想去做和尚那样的 那样的我以前我们家人都不信 然后大学的时候我每次我姐姐那时候在郑州工作 我天天每次见他的时候我就给他讲传福音给他讲 会给他讲很多很多 那时候他就不愿意听到青海之后 其实嗯 然后我就祷告神 我说真的 我相信你会为我的家庭 为我的家人负责 我就把他们交给你 我相信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你会照顾我家人 你会看顾他们更好 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自己开始去教会 然后我来这边上学 之前圣诞节他就受洗了 快要毕业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不是那么坚信 不是那么确信 不是那么清楚 还是很迷茫 当我快已经毕业 已经一切的事情完成了之后 就剩离校的一段时间 我当时还是很迷茫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很难过很难过 我说我觉得对前方的道路 我还是很迷茫 我说上帝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前方的道路该怎样 我是工作还是到底怎么样 我很迷茫很困惑 然后在我祷告的时候 静默的时候 上帝就给我一句话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当时那句话 一下子 一下子让我很受感动 一下子很得安慰 我说 哦 确实是 我说上帝 你是真的是 因为你告诉过我 你的山上必有预备 你已经 我前方的道路 你肯定会为我预备 我为什么还要 这样迟疑呢 这样疑惑呢 我只要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我相信 虽然说我不知道前方的道路 是怎样的 但是我相信 就那样的 上帝不断的帮助我 真的在工作上 上帝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然后 嗯 这期间其实是 一直在等候 一直在等候 上帝为我预备 机会能够去 去读神学 然后 嗯 后来现在已经来到这边了 我觉得我每一步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如果不是上帝的话 我觉得我每一步 我都无法往前走 我无法走下去 宣扬主恩 传扬主爱 让我们每个人 都用心去传扬 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 我可以 你也可以 也盼望你的加入